自從中央將逆權運動規格在土地問題上 不少有名有利的富豪都迫著表態 過往敢言的行龍陳啟宗 都只敢在中期報告指責政府有嚴重政治失誤 信和主席王志祥和三國仔就身體力行 無遇到出席守護香港集會 行地、新世界、穿農地表中 匯德方都借地皮起過渡性房屋 唯獨新地這個龍頭地產商沒有出手 國市家族表面沒有捐地,但有默默表忠 不過都難逃成為富豪界大輸家的命運 新地7月以公共空間做黨戰牌 被警察入商場範圍 開了警察入商場的先例 實情新地與警方關係密切 不但旗下請不少前警隊高層 連主席郭炳聯都曾經擔任 警察子女教育信託基金主席 雖然做足比中功夫 但新地手上控制香港經濟命脈 中共當然要牢牢控制 去年8月,直接安排楊企華潤至地前主席 兼黨委書記吳向東出任新地非執行董事 同國內企業看齊,由黨員及實 去年11月,新地高價投得西九商業地皮 那麼重要的地皮即是收到三份標書 但就是賣地私上最貴地皮 時隔一個月,國市家族還增金白銀 用94億入股25% 這個關鍵時刻,國市家族用自己錢托著地價 可以說是為表中出錢出力 連去年3月出獄的郭炳光 本身說不會急於重返新地 都是今個月出任新地代理資深董事 看守大局 不過只是用錢表中,能不能滿足阿爺呢? 這個是香港富豪都擔心的情況 硬見去年12月 國內民企龍頭順豐和聯想董事長都相繼退任 聯想靈魂人物流傳至高調退休之後 央企招商局傳至持有的招廣投資 再增加持股,中央在明在暗都加緊控制 物流大亨順豐董事長王偉也在去年12月持任 不過他仍然在捉著順豐的控制權 順豐相貿由深圳明德持股九成 深圳明德則由王偉持99.9%股權 一眾富豪裡最早交低生意的 要數馬雲 馬雲可以說是親身驗證共產主義的精神 當年以50萬人民幣資本起家 如今阿里巴巴已經是市值超過4萬億的大企 55歲的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 去年提早退休 退休前最後一個任務 就是將在美國上市的阿里巴巴搬回香港第二上市 被視為為日口在美國退市賣保險 但一度因為香港政治逆權運動而延期二次上市 身形同股不同權的阿里巴巴 馬雲雖然是話事人 但持股其實不及軟銀 而至今馬雲也陸續減遲 由2014年在美國上市持股8.9%減到現在的6% 另外一些幕後股東誰屬惹人關注 這些紅色資本 阿里巴巴沒有詳細披露 薄月資本是江澤民的孫江志成所擁有 雖然阿里曾發聲明說集團沒有背景 但一眾太子黨的支持下 中央對阿里沒有絲毫影響力的說法根本沒有人信 隨著阿里旗下螞蟻金服和支付寶越來越普及 至全國以至海外 中共又起庸馬雲一個人控制這個中國巨企 阿里巴巴成為國進民退的中國企業示範 阿里巴巴成為國進民退的中國企業 出口在北部進民退的中國企業 所以對阿里巴巴成為國進民退的中國企業